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五件事情 为了最近发行新专辑的小姨子小S 在IG上传的99乘法表挑战影片 获得了很多网友们的支持 苦俊妞也留言了 小姨子,恭喜你发行新专辑 小姨子的任务99乘法表挑战 对此小姨子也回复 欧巴你也太帅了吧 虽然听不懂 但我猜你念的是2没错吧 没错 为了小姨子做了挑战 苦俊妞真的很帅 然后这位小姨子也很可爱 听说因为孩子们不来韩国会在台湾住 如果来韩国的话 应该能出演很多夫妇综艺吧 好可惜 请出演同床异梦吧 同床异梦是之前 曲家有与小光出演的韩众 好想赶紧看到隔离结束后 两个人见面的样子 3月15号 意大利索娘的所属公司 在官方SNS公开 募集将要在2023年出道的男团 意大利索娘的成员的海豹 Blackberry Creator正在寻找 2023年出道的新男团成员 想要带领国际化时代的大家 请多多给予关心与支援 整理一下就是 意大利索娘的所属公司 要制作2023年推出的新男团 目前正以email申请的方式 募集练习上 而这男团的名字 很可能就叫 虽然是同一家公司 但是团体名从少女换成少年 然后连字体都一样 所以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在同一个公司 用同一个风格做男团 没什么问题吧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身为粉丝的立场 心情应该会很烂吧 在SM推出的挞拳系带 在Big Hit推出的旁摊搓胶带 也没关系嘛 现在只是目击点牺牲 小公司要这样才能引起话题吧 而且以后也可能会用别的名字出道 意大利索娘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处理艺人酸严的律师 一位处理艺人酸严 提购的律师上传的埃及天文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这是收集了对于一个艺人的酸严 打印出来的分量 大家想象一下 这种感情垃圾 每天都泼在身上的话会怎么样 留酸严的人可能会说 就这么一个酸严又怎么了 但是当事人要忍受几千几万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的垃圾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最恶心的是 酸民们巧妙的在自我合理化 他人品不好 所以我留酸严也没关系 这种逻辑 你们的酸严才是人品败类 还在说谁呢 看我家爱豆的酸严也是 他们比我还要先找影片看 然后再留酸严 真的是神经病 就算留酸严 你们的抽水沟人生 也不会好转的酸民们 真的希望都能收到处罚 前几天 在SOSMUJ官方声明 与IG文出身的SAKURA KIMCHIWEN 签订专属合约后 PANSHIWEN在自己的IG 上传了与两个人的合照 PANSHIWEN很像是来 我手绘的宅男一样 SAKURA的颜值身材都疯了 谢谢你回来 真的 但是不应该支持日本优异吧 希望能赶紧出道 当场拿出预告片来 太阳直播 孙女时代的阿마도 我们来看一下 一位粉丝与太阳的直播内容 今年是孙女时代的15年 15年 是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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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希望能赶紧出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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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太阳不是那种喜欢说空话的性格 所以这个发言让很多网友们都非常期待 100%会有的QQ 太阳不会说空话 疯了 应该是8月吧 因为这句话 剩下的5个月可以幸福的生活了 是外国粉丝吗 发音真好 苏喜15周年 岁月真的好快 哇 真的好快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